《反常世帕,合縱遺色》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合縱遺色》 今天就是我和齋主的 說什麼? 十月一日,民間人權陣線舉行了一個遊行 趁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時 他們的國慶時去遊行示威和訴求 但是民陣只是一個助選大會 因為某些將要做候選人的人 已經宣佈了參選 其實已經報名參選 在星期二的時候 有人就說要選那個候選人 民主派認可的候選人 是不是現在不能說他的名字 說他的名字又要讀一大圈 現時有名單參選 儘量不說 是不是? 我不是,只有三個 免得麻煩 避免那些 大家都知道誰 一個女性 她的女性和她的計劃B 竟然是在遊行中拘捕 排頭位 那你就是做世大會 對這個政府 這個政權的一個反抗 我們就要投給她 DQ了 我們再投給她 就是這個民主派唯一選擇 民主派 他們自己定的 他們那堆就是支持民主人 民主派就是支持民主人 以外的就不是支持民主人 也不是民主派 包括這個先一派 她又是一個散運之後的造勢大會 就請了很多 算了,不如開封吧 不然會不會開飯 請了很多人去 那吳懷疑就說了一句說話 大家覺得就是說 吳懷疑有搞數三加三的基金 同時也有幫港獨 或者本土人士 政治犯 她說話,覺得她很和善 但是她在之前某個造勢大會那裡 竟然說 就是說 她參與一個四年之後的散運之後的一個 講座 就被人問到說 哎呀,現在政治很無力 出路在哪裡呢 然後她的造勢大會那裡竟然答 我今天找到答案了 答案就是 投給那個候選人 我心想是神經病的 當然啦 回頭去看 結果遊行隊伍 成功遊行了去政府總部的東疫前 前端的空地 即是之前所謂的公民廣場 即是王之鋒命名的所謂公民廣場 其實就是 之後 應該是在 這個 應該是在2014年的6月的時候 因為反新街東北的時候 就被政府圍起來了 之後就全都被圍起來了 就是一個圍欄 很高的圍欄 那裡不再是一個開放的公眾地方了 本來那個地方是給大家 叫做 拿來示威 給大家意見 那類的東西 是公開的 那現在呢 政府就回頭說 林鄭月我就說 這個地方呢 我們就重新開放給你們去遊行示威 當然啦 那些圍欄就繼續不測 但是發生什麼事呢 在這個星期一的時候 就是有一幫 拿著這個港獨旗次的人士 還有一個標語的 你看到很多媒體都拍到的 其實大家都見過好幾次 上了假的就叫做 香港不獨實變大陸 這樣的一個標語 想進入那大空地 但是那些政府總部的那些保安 警察那些就說不讓她進入 就攔截他們啦 那林鄭月事後在記招那裡說 我們沒有辦法容許 這個政府的地方 政府管轄的土地 用來宣揚 港獨這些信息 沒有辦法接受 是啊 他說 禁止這個港獨宣傳品 進入正種 是屬於理所當然的 難道我開放的地方 給你們去宣傳港獨嗎 給你遊行示威就可以 但是宣傳港獨就不行 那些他不喜歡的標語 或者這些意見 就不能進入了 其實很簡單 就是泛民可以進入 因為法例上都沒有寫明這些 港獨不能進入那個地方 還是怎樣 除了她說的 其實她明天可以說 我和治權都不接受 沒有辦法 給你在政府的用地上宣傳治權 他已經在說了 治權不可以的 之後你可以民主都可以的 什麼都可以的 是不是 黃欣浩獨 這個地方 黃欣浩獨 我開放給你們去遊行示威 應該是酬謝神恩 是不是 其實田北神也說了 最近有個怪論 就是說 真普選 爭取真普選 都是港獨 其實我又 我不反對這個說法 很久以前我曾經說過 是的 其實 當然不完全一樣 但是 在實際意義上 都很重要 對不對 你可以選到這個地方的首長 如果是一個完全公開公平公正的選舉 的話 理論上 你什麼的政治 每次這個意識形態都可以選上去 譬如說 可能選 如果法例沒有禁止 共產黨都可以選 對不對 如果他不違憲的話 但是香港也有違憲 對不對 然後 各樣東西 譬如說 支持香港獨立的 或者自決的 民主的 反中共的 什麼都可以選上去 對不對 還有你一個民主選舉的時候 你全面直選 你可以全面直選 你可以全面直選議會 全面直選你的政府的時候 我們的自由度 那個空間就很大 對不對 對於共產黨來說 是不能夠接受的 就是共產黨是講求控制的 就是港人全面控制 對於每一個人的思想 每一家 每一戶 每一條街 每一棟樓裡面的每一個人 他們都是要控制的 你出現這樣的情況 因為共產黨根本不能夠容許 所以 田北辰的理論 就是說 有真普選 就等於 他怎麼說 港獨 對 就等同港獨 當然 回到這個很基礎的討論 就是說 你如果 享有一個實現的主權 你才能夠有一個真正不受干預的 真正普選 按他們的真普選的定義 我簡單來說就是 首先你有主權 如果不是你的投票制度 你的選舉制度 其實真的是 一個遊戲 或者民意調查 就是你投票完之後 有很多人支持 有人做特首 先算一下 下一檔有這個選舉 幾百萬人 有六百萬人支持 那人做特首 但是你沒有主權的時候 他一句押下來 就說 你不可以了 我DQ他 就變成一個民意調查 你一定是要有一個主權 你才能夠把這個選舉制度 結果去執行 和實行 變成主權就是一個核心 和基本 你說民主 就是主權在民 你沒有主權 又怎樣做 主權在民 又怎樣民主呢 其實是一個基本的邏輯來的 所以回到最後 林鄭月娥除了譴責 這個有人把這個香港獨立等等的標語 就拿進去這個正種 即是播毒 校園播毒都不再是新鮮的東西 就要正種播毒 然後就說 有三位的這個保安員 聲稱受傷 在這個推撞之間 我記得有兩個就躺在這裏 三個 後來再躺一個 三個在這裏扎死 哎呀 我被人擁大 我好痛啊 真是假的 我看得到 還需要有尼碼 真的十分之養蠢 都已經見慣不怪 為何這麼大的男人都做出這些事情 我逆地而處 我那個保安 你上班而已 你演戲都不用做到這麼醜 你扮暈也好 你躺在這裏 你不用叫救命 有一個很高的頻率 在叫 你們都是打工而已 不用這樣 不需要這樣 你還有這個面目 走出去見人嗎 你還有顏面去見你的家人 和你的子女嗎 難聽你講一句 如果政府又拿這些事情來告 一些社會人士 這些是罪證來的 即是他們營造的一些距離 這些是用來出人頭 因為根據之前那些判例 就是說你有推撞 有人受傷 這些就是暴力的 是的 即是你馬上經常遊行 說你不要暴力的遊行 你暴力的生活 然後你就可以盤監了 所以我想 不多不少 他們都要插水 滑地 點一下床 點一下石頭 怎樣都要叫救護車送院 所以哪怕是在鏡頭之內有多滑溪都好 他們都是要做這樣的戲 要交這些貨 這是一個任務來的 這個是由反新界東北的立法會門前衝擊事件 裡面有保安員受傷開始 就一直燒到立法會裡面推撞 或者外面有人佔領期間 或者其他事件裡面有些推撞等等 都會這樣 推鐵馬已經是暴力了 推鐵馬已經是暴力了 就是你搬開鐵馬 惡暴力 推或者搬這些都是任由他去說的 他說這個擺明就是假來推的 反正怎樣 官員就順立 很多時候順立 所以現在這個遊行示威都變成 已經不是以前的遊行示威 都是有風險在 對於十月一號 有些人去舉香港獨立的旗 有人舉加泰龍里 加泰龍里 我覺得也是一件好事 為何會舉加泰龍里的旗 其實是因為他們上年的十月一號公投獨立 而其實今年的十月一號 今年的星期一的時間 他們都有舉旗 不單只是舉旗 就是說在加泰那邊 加泰龍里的那邊 是有十八萬人出來示威 還有重演當日的佔領車站 和佔領主要幹道的狀況 其實有片看到的 有衝進去鐵路 那些車站 那些都有的 我想 在香港 香港舉加泰旗的人 他的想法是什麼呢 看到他們說 好像是希望全世界的獨派 都團結 互相守望 做到好像蘇格蘭和加泰 那些獨派大選 可能會變成一個世界潮流 希望做這件事 也好 到今時今日 香港人 依然是舉香港獨立的旗 或者標語 或者是 純粹講話 表態 或支持香港獨立 我覺得都是勇敢的事情 尤其是在這個 這麼壓迫的 大的政治氣候下 大家 當然 你看到這個自決派 和泛民仍然的沉迷選舉 即是在星期二 即是 三位 人士宣佈了要各自參選的時候 大家就已經打散死 這樣 即是 我也不怕開明講 就是 劉小麗 馮檢基 還有陳凱欣 陳凱欣 陳凱欣 陳凱欣宣佈參選之後 在星期二 下午的時候 已經看到外面 即是在深追堡車站外面 已經對了這個陳凱欣的旗 旁邊還有這個鄭詠俊 在那裡 你知道他打太陽不痛 至現時為止 即是 我們現在所知 都是三個人 報名參選 就是劉小麗和馮檢基 馮檢基那邊 就是不斷被人攻擊 即是 趙家賢 即是這個民主動力 趙習仁 公開宣佈 他不是民主派 他不是民主派 馮檢基不是民主派 即是 怎麼這樣說話 即是 講也沒有人相信 雖然我 我都不是算你 泛民那邊 我們這些 支持獨立的人 一向都好像不好 但你在我眼中 馮檢基 怎樣不是你們泛民的人 怎樣不是民主派的人 他在 即是 九七年之前 都已經是極之會約 即是 已經不斷 即是選舉 講民生 搞組織 即是 推動民主進程等等 這些有目共睹 即是 很客觀公道的說法 但現在 你去到一個利益衝突的關頭 就馬上說 他不是民主派的人 我們不侵略玩 他是 他投了貢 收了錢 即是 完全沒有這樣的跡象 對於我來看 他完全沒有跡象 是叫做收了錢 或者投了貢 其實他沒有變過 即是 我看上去他都是差不多 我沒有深究 他說的話 可能只要你比較 認識他深一點 但我看上去就是 沒有啊 他都是你泛民的人 只不過你們 即是大家經常笑他 老屁股 不肯退下來 要參選 但你沒有可能說 他不是民主派 馮染基 即是 今次 他在一個 星期二那個寄宵 他就說什麼 他又罵這個 鄭宇石 李永達 桑浦 陳士齊 陳樹滿 等等在這個網台的節目 那裡 就在攻擊他 對他進行誹謗 即是說他不是泛民 說他是鬼 說他收了錢 那些 不外乎 那些 但是他就說 不想學六八九的 告他們 於是 於是就 寬文大量說 不告他們 其實不應該告的 即是 怎麼說呢 這些叫做 氣量 或者政治就是這樣 有時候 你罵一下我 我罵一下你 雖然他們那些 毫無理據的指證 是抹黑 但有時候 我覺得不需要他用告這件事 你想一下其實他們那些 即是你看到 所謂的泛民也好 自決派也好 那些所謂的爭鬥 你說到是民主政邪之爭 和建制政邪之爭 但其實不是 只不過是他們之間的 利益之爭 不單是利益之爭 還有一種 其實很延期攻略的事情 其實我都沒有看 其實我都沒有看 但大家都知道 是一些清宮的 深宮公鬥劇 那些女人鬥來鬥去 對 為了爭寵 為了報復 為了疾導 為了討皇帝的歡心 去做盡任何的事 他們其實只不過是這樣 其實香港也是在選舉這裏 我覺得選舉這件事 對香港的損傷 損路是很大的 因為你 其實有沒有這麼多 以色情態之爭呢 當然是有 但更加大的爭鬥 其實是源自於一個利益的爭鬥 你一個派系 看泛民就最清楚了 本來泛民在大家眼中 都算是很團結的 是吧 齊勝齊落 但是 你見到近兩三次選舉 開始 你見到 那一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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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 即使之前是一個民動初選 都搞到你獲捉 就是罵來罵去 今次正常乾脆初選都沒有 劉小麗就這樣指出來就是 然後Plan B又這樣指出來也是 現在中共給他選舉來 即是中國給他選舉來 政府給他選舉來 那你自己已經鬥餐飽了 搞定 不用煩 即是你們都不會鬥政府 現在是自己鬥自己 拿個位子就算了 所以這些做法 對於香港來講 是一種消耗來的 當然你看到就是說 這些消耗不單止在香港發生 你會看到外國也是 是的 譬如說 去到這個 最近 這個英國保守黨 他開個年會 邀請了一些 香港的人士 去講這個 民主 自決 或者是最近 人權 最近受到這個壓迫 政治壓迫的事件 這樣 其實請了這個 李全明 蓮月曾 羅湖聰 那些去的 Binnie Thai 也有 戴藥亭也有 當然他們各說各話 有各自不同的立場 那 你看到這個李全明 是繼續在秉 這個 即是說本土派是錯的 本土派是初陀歲月 那樣 當然他那些 跟之前的陳建文說 這個 香港獨立是一種天真的想法 但陳建文說得好聽 雖然是天真的說法 但我也不會阻止他們 起碼他們有心 那他那些什麼 建設民主中國 如果這個是天真的說法 港黨有天真的說法 那如果建設民主中國 更加是癡人說夢 或者是 在香港一國兩制之下 香港是可以享有真民主 更加是癡人說夢 當然這些也不需要跟他爭論 反而在這個大會那裏 即是這個保守黨大會那裏 忽然間 就突出整個萬會的焦點 不是台上嘉賓那裏 之後的新聞不斷地報 都是報台下的 一位女士 那位女士 那位女士 就是叫做 孔林林的女士 據知就是這個 央視的一位女記者 之前他有派住過不同的地方 有派住過印度 去做盲買之類 等等 最後就是 現在就是英國 那發生什麼事呢 他就是在台下那裏 突然間大叫 發難 你們是反華 你們反中的 你們都不是中國人 這些全部不是中國人 你們是反華 然後那些都是漢奸走狂 指著可能羅冠聰 戴耀廷那些 那些漢奸走狂 你搞什麼自決 那些都不是中國人 你根本就是反華 然後那些人阻止他 人家這個內部 私人地方的私人會議 還有你都不是在做一個記者做的事 如果你的記者是提問的 即使你提問的態度比較差 用字比較偏頗都好 那你也是在做一個記者 大家身邊可能有評價 這個人這麼不專業的記者 但起碼他都在問問題 但他不是問問題 他起身是紙貌 是搞事 他是一個賦馬街 甚至是連嘉賓 不是嘉賓 連一個聽眾的角色都做不到 那大家當然會阻止他 請他離場 然後他就說 這些就是你所謂的民主 The Democratic in the UK 就是錯歸不下 那就算了 然後就有一位來自香港的義工 就很禮貌地去請他離開 那怎知道他就載他一巴掌 那女人 他好像蓋了兩巴掌 他不單止對他動手 我看一看一段片 其實他對有個英國人 有個男士也有動手打他 他就說請你離開 那一天打到他的手上 然後那個人就說 你再動手你就是襲擊我 不要這樣 其實他遇了很久 他不是這樣罵兩句離場 他只是在那裡搞事 然後那個女人就繼續在那裡 車完人家之後 人家已經是警告他 你現在是assault me 你已經在襲擊我 那女人還在那裡說 Don't touch me You have no right 你是沒權去碰我的 那些人已經說報警 他就繼續在那裡殺賴 即是說新聞自由 言論自由 什麼民主 這些東西 你要讓我在那裡罵你 簡單來說 他只是想搞錯一個派對 事後就交代我一點點 然後這個中國領事館 住英國領事館 你們英國保守黨應該要去道歉 向這個女記者道歉 由於就是說 你身為一個民主的國家 居然去剝奪一個人 自由發表的機會 即是說你打壓新聞自由 言論自由 那你打壓別人的事情呢 請問 你都不是做記者的事情 你說什麼新聞自由 其實這件事情 你看到就是說 連帶之前的瑞典那件 所謂碰瓷事件 即是那些三個 不是三個 是一家四口 一家四口 在瑞典酒店搞事 然後被那些 後來被那些警察請了出去 然後在電視台拍攝諷刺他們 而當時的中國 一開始其實是誤告的 即是中國那邊 你們這樣去傷害 我們什麼中國人 又怎樣去暴力對待 後來拆回這件事出來 原來是他自己不著先的 又是這樣 即是他先扭曲了事實 即是中國外交那邊 即是官方那邊 就跟今次這件事一樣 就是禮環節曲 就是你們什麼侵害人權 打壓言論自由 都說了很多事情 就是要求 瑞典要求英國去道歉 而且你要明白就是 以前中國都沒有這麼大膽 以前中國通常 他對外這些事務 通常只是對著平民階級去發作 他是未至於去到一個官式層面 去對付官式層面的事情 譬如說瑞典 他會針對瑞典警察 要求瑞典的警方 去查這個 查這個警察有沒有濫捕 有沒有什麼 而今次也是 他是會 抹擦這個 英國保守黨 抹擦他們 你應該回頭 向女記者道歉 向我們的人道歉 他是我們的人 其實這件事 看到中國記者的一個本質是怎樣的 尤其是他們這個叫做 國家的媒體 這個央視 其實他們都是很 有政治任務在身 我自己覺得 你看到 美國的外交政策 雜誌 就分析了 就說這個孔林林女士 並不是出於自發的外國行為 而是因為他是央視的記者 他做這些事 其實是博表現 博出位 然後回到本國的時候 就有得升職 就是這樣的 這些事是做給領導看的 而不是做給中國國民看的 就不是那些 在同一時間 我們可以說說新華社 在美國的情況 這是上個星期 這個《華爾街日報》 就報導 美國的司法部 就要求這個 那個叫什麼 CGNNT 是新華社 和CGTN CGTN是什麼 就是這個 央視CCTV 在海外的電視分部 但是 由於 他要洗底 改名 所以就改頭換面 就是淡化了他那種 官方 那種紅色的感覺 是啊 就是我們不是代表 中國官方的一些電視 來的 就是這樣 之前在肯亞那裏 被肯亞的警察走進去 搜非法勞工的電視台 就是CGTN 說他們有中國非法勞工在裏面 但結果原來是一場誤會 就是這個CGTN 那就將他們定性為 這個外國的代理人 要求他們註冊成為一個 外國代理人 本來就是 當他們一個普通的外國媒體 即你是記者 你是媒體 那你就來採訪 這樣 但現在就不同了 定性為一個外國的代理人 即不是說 單純一個媒體 那麼簡單 你背後其實有 有個政治任務在裏 或者是有官方的操作在裏 不是單純的一個採訪 不是做新聞的一個媒體 那麼我想這個定性其實都 是 都幾重要 即也是一些很重要的訊息 和一些象徵來的 而且這個不是單一事件來的 你會知道呢 在上一年的時候 已經將這個RT 即Russian Today 今日俄國 和這個俄羅斯衛星電視台 衛星通訊社 sorry 幾間美國的關聯公司 就將它定性為這個外國代理人 而這個代理人的角色 其實本身就要向著這個 即是其實美國司法部的 要按照美國司法部 去披露他們代表的政府 政黨 或者美國以外的組織 亦都要公佈他們的 公司以外的結構狀況 譬如說你裏面有黨委 又或者是有什麼行政 和財政狀況 還有你去新聞傳播那裏的資料 是什麼 還有你每年的預算和支出 那些都要說 所以其實披露的資料很多 而且最有趣的就是說 他們是不可以用回 舊時一個外國媒體的身份 去接觸美國的國會 包括參眾議員議員 亦都不可以接觸美國的官員 不是不可以接觸 而是不可以用外國傳媒 普通傳媒的角色去訪問他們 你一定要通報其名 原來你是中共台 我不管你是新華社還是CGTN 總之你是中共派來的人 所以你就 即是就這樣訪問的時候 要盜明身份 然後對方就知道 噢 這是中共的人來的 而追溯到這條法例呢 其實已經早在1938年 美國為了防止 納水德國 假裝這個記者的身份 或者假裝新聞傳媒的身份 走去訪問 但其實是滲透 或者扭曲他們 美國的資訊 和傳媒報導的時候 所以就定立這些法例 其實記者 或者傳媒這個身份 是間諜一個很方便的身份 就是間諜一個記者 進去工作 就可以接觸不同的人 其實是一個很方便的身份 香港也不少 但至於你用一個 你簽證入美國的時候 你用這個工作簽證 或者什麼東西 你在美國逗留 你用記者的身份 相當方便 而這件事 事實上是 除了無獨有偶之外 其實連帶有些更加深層次的事情 不是純粹說針對針國 或者什麼東西 因為今年2月的時候 其實美國司法部官員 已經發了一個信件 說中國 或者是一些 即是怎麼說 就是說 這個外國代理人的身份 為什麼要有這個身份呢 就是因為 是有意去特定地 影響一些觀眾的觀感 即是他們利用新聞媒體 這個身份 不單是fake news 其實是manipulate的人 不單是manipulate他本國 也都manipulate外國 這件事呢 就發生在上個星期的時候 即是我和阿輝這一集的時候 就說到說 這個 杜林浦在聯合國大會拍桌一鬧 突然之間 他在說說一下 突然之間 在說 他那本身不是這樣的 可能突然之間跳躍 中國呢 又干預我們的選舉 這個是在他上個星期三的時候 因為主持這個 聯合國的安理會大會的時候 就說了這個 這個 我們到下一節的時候 再詳細說一下 好 又不要再詮人了 好 又不要再詮人了